关于这次我们加拿大卡车司机在沃泰华集结示威的这个事件 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所耳闻 关于这个疫苗打或者不打 这完全是个人选择 沃泰华你去或者不去 我完全是个人意愿 我在此并不想表明什么立场 说谁对谁错 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说 有两种人 第一种 没有卡车驾照 也就是多伦多AZ驾照 或者外省的可拉斯湾驾照的这种人 第二种 有这张驾照 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 并且没有能力 调动这么一辆卡车 开去沃泰华的这两种人 就不要参与其中 这是我们卡车司机自己分内的事情 我也相信加拿大的所有卡车司机 会把这件事情圆满解决 谢谢大家 我是会开卡车的银银路问 刘宇 再见